电话标记 我们解除20年来 基隆哥格的开发的管制 基隆台湾 今天我特别到基隆 ear 宣布订案的好消息 经费从80亿提高到425亿 但是中央负担7乘7 我去说服了交通部 然后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运可以整合民生续指线的东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效益 跟它的一个酝酿 跟它的一个功能 再把它进一步提升 由中央来主办海港捷运 作为首都圈国际重要的一条连接的通道 重不重要 当然就重要 透过基隆捷运的一个建设 其实整个大台北都会东侧的产业朗旦 将会进一步往基隆来做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基隆得到的是什么 就不是一条捷运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跟就业 最后就是基隆的税收 所谓的TOD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跟蔡委员一提 他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会议上面 委员就能够帮基隆多讲一些话 不论是求职者或者投资者都对这个新的产域有信心 这样的都市变更案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TOD交通目标导向基隆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隆捷运案子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内运动的这个场所 社区的活动的中心 甚至包括托婴的场所 年轻人青创的空间 旁边还可以规划社区生活的商业服务空间 然后社会助载 基隆捷运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塞车的问题 内科南港系子跟基隆这一带的土地 是原来的仓储区有机会 透过基隆捷运变更成 所谓的工商科技郎贷产业区的过程当中 会让科技园区的业者公司 好好透过这个产业郎贷 把它重新移到这个地区 那这个也是我跟市长谈到的 东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运就不只是基隆捷运而已 串通到内科还可以接上这个北桓 还可以接上这个文湖县 所以它变成一举束得 让我们基隆人台北人系子能梦想 基隆捷运以及系东捷运的整个 整合交易路线能够顺利完成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规划跟计划书 去跟中央很清楚讲说 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整体规划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骑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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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然后去完成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您 forward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可真正地的电视连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 关心市政做回来 我是蔡小军 对金融捷运有什么样的更深入了解呢 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金融市林又昌林市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好 市长等一下带我们来看 更深入的基隆想象 第二位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蔡生英蔡立伟 小军好市长好 各位金融市民大家好 我是蔡思英 一样立委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基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捷运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六赌站 给予我们非常多的想象 不但是火化了工业区 而且可以带动另一波的产业投资 真让人非常的期待 那再往下一站 就是我们的七赌站了 市长对七赌站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 其实七赌 其实非常有机会 它大概会是 腹地很大 它腹地比较大 而且它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然后旁边还有我们的七赌火车站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区 那在七赌站旁边 还有包括我们的七赌国小 那这个地方其实未来 因为它的腹地也相对比较大 跟这个北无独国境人发行这个是比较大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七赌站 它除了是站体之外 它旁边因为腹地大的关系 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开区的规划 一直会连结到我们的基隆河案 所以这个七赌站呢 它除了是厂站旁边的商业区的一个开发之外 刚刚在讲商业区的开发 它通常我们都会把这个新的 比如说办公室的空间 会把它这个规划整合在七赌的这个地方 那沿着基隆河呢 现在我们正在建置那个基隆河谷的自行车道 所以它往旁边接的话会接到我们的基隆河的自行车道 台湾有一个新的休闲空间 对新的休闲空间 会跟捷运站是可以串接起来的 那如果你往南去这个去做思考的话 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所谓的刚刚在讲的TOD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运气也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有许多的国公有的土地 那这个都靠我们蔡司英委员来帮忙协调 比如说像这个军方的土地啊 公卖局的土地啊 那阳明海运的总部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未来阳明海运的后方的这一片国公有的土地 是未来七堵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发动的引擎 那接下来它就会跟我们的七堵车站再穿接起来 当你想象现在它大概就是一个空地 可是你如果是在我们都市设计的这个策略跟手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设计的方式 把这个动线跟狼带把它无缝的把它接在一起 对 大家如果想一下在国外的很多的车站 它两个车站之间 其实它透过设计的方式 都市设计的方式 它是可以让它变成是整个街区 对 它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新的街区 这个其实就是七堵站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个项 哇 这听起来整合规划后的七堵站将有地区再生引擎的地位 请问委员有什么计划来进行整合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台铁七堵站 对 可是我们只看到台铁七堵站 台铁七堵站的周遭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把它划入整体开发的想法里面 这就是过去我刚刚提到的过去的思维 就是我就是一个车站 旁边呢 旁边就没有了 好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捷运七堵站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把周遭的区域 整体把它带动起来 那周遭的区域有哪一些 除了刚才市长讲的 捷运站的周遭旁边就是基隆河旁边 那基隆河我们推动的自行车廊道的计划 我们过去这几年来努力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推动 我常常在参加当地的活动跟他说 我们努力推动自行车步道都串营完之后 你可以从基隆沿路走走走走走到台北 内湖南港 然后看个电影再做快捷工车回来 看多好啊 或者是未来讲的车站旁边 我们也可以脚踏车上去 从那边骑脚踏车到台湖回来 现在就很多人在骑啦 从台北骑过 你现在就是骑去再骑回去比较累 我们现在有捷运坐过去 他可以骑一边 他就比较轻松一点点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周遭的土地开发很重要 其实在阳明海运的旁边 有一大片我们的国有土地 军方的 铁路局的 台湾银酒购卖局的 那个土地放多久了 哇放非常久了 每个人都说要开发开发开发 可是没有任何的诱因 因为没有任何的投资者有意愿 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 我好像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所以每一次在讨论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 总是比较可惜 那我觉得时代在改变 这几年台湾的海运突飞猛进 经济起飞的很厉害 那阳明海运他本身也有扩大他总部的需求 所以才会有之前媒体报导说他是不是在台北要再买新总部 那我也特别有跟市长有跟阳明海运来沟通协调 他们也愿意继续跟流基隆 扩大营运的范围 所以这个时候阳明海运港公司 还有这个军方 这几个地方的土地就联合起来 来做整体的开发 那在这个整体开发过程当中 还是没有诱因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交通嘛 所以在透过这一次的基隆捷运七主站的设计之后 他把整个狼带都串联起来 那这个串联的情况之后就是 中间的这些步道 人行步道也要把整个整合起来 让他在行人可及之处 从车站可以走到这样的一个开发区 那这是一个 当然还有周遭的老宅也借着这个机会 整个都会做都更 你想想看车站旁边的房子大家觉得很方便 自然而然就会让私人的土地 他也觉得我可以来做都更的可能性 那因为还有看到旁边整个公办的地区 整个都做起来了 就让他们有很多的诱因 鼓励民间的自发性的参与 否则人家说这个地方50年不变 20年不变就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地方的改变 就可以让大家很多 那以后比如说像 以后我们来录影的时候就可以坐捷运来 多方便啊 不用自己骑自车或开车过来 这就是整个产业的改变 整个生活形态的改变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现在基隆的学校都在推动国际化 那有些甚至讲叫双语学校 那你要推动国际化双语学校 你要有学生嘛 那透过这个地方都市更新之后 人口就会移入 那为什么 那还有刚才我们讲的 六堵科技园区郎带的整个的工业的机会增加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看到北屋的地方 现在工作机会增加 所以有些人就会考虑住在七堵这个地方 所以对于当地的教育需求也会更加增高 那我们在推动的所谓双语学校 或者推动的学校国际化这个政策 就更容易收到更多的学生来 那教育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下去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借的七堵捷运七堵站 把周遭旁边的整个 我们过去一直在想 可是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透过这一次整体的把它整合起来 配合起来 让它整个的翻新 让七堵整个搭摇进 市长对七堵站的想象呢 其实未来对于七堵站的一个想象 我觉得是觉得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有机会然后很有味道 大家去想一下现在七堵的状况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成熟的街区 然后也是热闹的商业区 不过说实在来它就是欠缺发展的机会 那这个比较成就 可是经过七堵捷运站的这个设立 刚刚市医院委员有提到 其实有两个大的发展的引擎跟刺激 还有诱因 第一个是捷运的建设 第二个就是刚刚在讲 阳明总部后面 我们会规划整个公办 都更的这样的计划 那再往外延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个人住宅的 围绕的更新就有机会就来了 那这边是这个捷运站这边是火车站 然后中间是以阳明总部为核心的公办都更 那大家不要把它想象的只是平面而游 因为我们的捷运是高价 我们的七堵车站其实也是高价 它的地面层其实比较高 其实未来透过这个人工平台的一个衔接 它不一定只是在地面上去串联 它也可能因为公办都更的这个建筑的设计 它可能是在三楼五楼的这个高度去做串联 所以就可以从我们的火车站 七堵火车站一路串接进来到 刚刚在讲的这个公办都更区 然后串接到我们的新的捷运站 那你就会想象说 旁边就是七堵菜市场 七堵菜市场 很热闹 晚上也热闹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旧的七堵驱工所 卫生所 还有邮局 这些都是公共的服务的空间 但未来不一定在现在的地方 我们透过公办都更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原本的这些机能 同样的七堵的亲子的 我们的亲子馆 七堵的亲子馆 未来也不一定在现在的地方 未来亲子馆也可以弄得更大 透过公办都更或者是跟捷运的连开区 把它弄在一起 另外七堵未来的人口一定会增加 增加之后会有托婴的需求 我们可以有更好更宽敞 收容更多baby的这种托婴的中心 然后你在想七堵的这个小学 其实很棒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二到六岁的小朋友要上托儿所 我们金融的公托说实在来是做到是全国第一 我们公托的比例百分之七十八 比现在台北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六 我们高了非常的多 我们未来七堵的人口会增加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配套的这个公务服务的需求 也把它放进去 七堵真的很大 这个腹地也很足够可以有很多的规划与想象 但是在其中基隆有一项很欠缺的就要请就市长 是不是欠缺中继宅是否规划纳路呢 我们在想象这个基隆未来的发展 基隆不欠所谓的这种最终的这种社宅 但是基隆欠什么 基隆欠中继宅 所谓的中继宅就是我们未来在基隆推 任何的公办的更新的时候 或者是比如说像有人在讲 这个旭川河上的那三洞要拆除等等 但是问题是你要拆除这些人要去住哪里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需要中继宅 中继宅才能够支撑未来基隆市的公办的更新 甚至包括有很多的老旧的城区或者区域 未来在做更新的时候 你要让这些参与更新的民众有地方可以住 比如说有几个地方 联宏社区 还有联宏社区的居民如果未来同意要更新 那要有一个中继宅 这个时候市政府就能够提供 诱营给他们来帮忙推一把 比如说像我跟市盈住的安乐区 我们安乐社区一起 有没有一直在做 一直在讲说要读更 一直要讲说要更新 问题如果要更新的话 他住哪里 他还是要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透过 这个相关的捷运的一个建设 我们就可以把基隆过去 没有的这些所谓的社宅 或者是中继宅 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资源 来带动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是刚刚在讲 七土站旁边会接到基隆河 很多人也在提 市应委员以前在当议员的时候 也提过我们U-bike 基隆要弄U-bike 可是问题基隆要用U-bike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是山 那很坏习的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在一个 廊带或者是在一个平地上面 这个东西才比较好操作 这个时候基隆捷运盖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 刚刚在讲这个基隆河谷 然后我们的捷运站 厂站旁边 骑了U-bike 去到捷运站 然后搭着捷运 这个是台北的模式 那未来沿着基隆河谷 廊带因为都是平的嘛 这个时候U-bike 就变成有机会 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已经编了预算 做这个基隆来推动U-bike 也不一定叫做U-bike 而是一个公共的自行车的 这样子的运据的可行性的评估 其实现在也在做 所以你做得早 不如做得巧 那个做得巧的意思 就是说搭配了捷运的建设 把这个配套的交通 要把它放进来 那刚刚在讲 你七堵其实也是缺乏停车的空间 同样的概念 一样跟这个北五堵 跟这个百幅 通通一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规划 立体的一个停车场 就在捷运站的旁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收拢 很多停车的一个需求 不只解决这个搭乘 这个转乘的需求 或者骑着车 开着车 过来捷运站周边的需求 旁边的社区 停车问题几十年没办法解决 同样的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一并把它处理掉 真的 就是现在欠缺什么 现在就要马上规划与设计 这也是执政者的远见与魄力 就是说刚刚市长提到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 整体的规划过程当中 我们把周遭的都市计划的改变 都把它放进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键 刚才提的那个做法 如果只是我们盖一个车站的话 那很抱歉 没有办法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想到的是 借着这个车站的周遭 一并改变 所以我们刚刚想的 我们是不是要设拖银中心 拖鱼中心 我们的公共空间的置路 又或者是说 我把停车空间的放进去 甚至是未来这个地区 人本步道的 总心的整理跟串联 都可以借着我们的 基隆捷运七堵站 这样的一个方案来推动 那我相信这个地方 民众就会感受到说 真的有改变了 那这样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民间也会跟着参与 民间如果都不参与 只是靠政府这边喊是没有用的 可是民间要参与 你要给他一个诱因 最好的诱因是什么 他自己看到 这个地方的改变 他不参与 他会觉得来不及 那我们在做的捷运七堵站 就是让七堵这边的民众 会觉得说 我也要来共同参与 这个历史的改变发展的契机 那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其实有一个 另外一个规划 就是在七堵车站 火车站的以北的地方 那个地方 其实本来内政部 有规划那边要做社宅 可是那边在做社宅的时候 大家也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说 那边的社宅 有没有交通的动线配合 那这些就是我们讲的 透过整个这个地方的都市的重新的规划完之后 那这个就化不可能为可能 这样听完觉得七堵好有希望 其实你可以再有多一点的想象 七堵以后会变成是一个庶民 然后它有历史的味道 然后但是它又有新 因为捷运的建设 有新的开发 然后有新的这个产业 新的建设 新的大楼 新的公共设施进来 所以它会是一个有味道 然后这个庶民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有历史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都市的一个环境 是有旧的 但是也有新的 然后有原本的都市的支离 但是它也有新的 这个新的这种亮眼的建设的 或者说新的这种气氛 所以我是觉得七堵这一站 其实未来是在整个 基础捷运里面 会是一个还蛮有趣 而且吸引人的一个亮点 再深引擎 按照目前市政府的规划 七堵车站的联开案 旁边两块面积还蛮大 所以这个想象的空间就很多 地大真好 想象空间就很多 可是以前这两块地 想不出来要做什么 都放在那边很久了 还好有捷运 还好有捷运 所以大家开始有新的 不同的想象 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可以把它放上去 所以这也是市长讲的 我们以前想要弄个拖婴中心 拖育中心 大家在想说 哪里有场地 大家想说那个地方适合吗 那如今它在捷运站的旁边 你觉得适不适合 大家会把它列为 最热门的区域 方便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利用捷运来带动周遭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是 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这是我们跟过去的人 谈捷运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七堵站 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站 八堵 七堵七堵 八堵到了 以后就不会堵了 其实讲到八堵 一般人都觉得真的八堵很小 大多数人都这样想 可是八堵真的小吗 其实八堵在我们看到的火车站 靠近基隆河谷的那一带 全部都是台铁的土地 全都是台铁的土地 它其实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机会 带动它的改变 否则它就一直是一个 很比较没有开发的一个区域 所以这一次借着 基隆捷运八堵站的设立的时候 我们一并 把这个地方的文理 重新来做整理 我们希望八堵站未来成为基隆 在这个地方 包括暖暖区 包括安乐区 最重要的中基站 未来暖暖区跟安乐区 透过捷运八堵站 来到大台北都会区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八堵站的重要性 就非常非常的有它的特点 再加上我刚刚提的 它就不要只盖一个车站 只盖一个车站是不够的 所以有几件事情 我们未来要配合下去做 跟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把周遭的土地都纳入联合开发 这个东西就要跟谁沟通 铁路局 因为头的都代替 那我们很高兴 这段期间跟台铁在谈 台铁也发现 它应该要借着这个机会 整体的把那边做改变 所以台铁局已经向市政府 要表达愿意来参与 这个地方的都市更新 或者是要联派案 这个部分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地方的交通 我们过去如果要到安乐区 可能就是要往前走 走八堵路 这样绕一个地方过去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借着八堵车站那边 整个房子重新更新的过程当中 拉出新的路廊出来 让它直接不需要再沿着山走 透过直接跨越基隆河 跨越高速公路 到达安乐区 那这样子的交通是不是方便很多 真的是方便很多 以后是不是今天还在拉一条捷运去安乐区 这个我就没有讲了 但至少我觉得说 借着八堵车站 把暖暖跟安乐 把它串田在一起 它就成为一个辐射的区域 然后那个地方 未来公车的转运站 也是变成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从安乐区过来的 从暖暖区过来的 甚至从南东路过来的车子 都在八堵这边转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就变成一个 第一个它的交通旅运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 所以你不能只盖一个车站而已 你对于它的转运站的服务设施 也要把它做得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旁边那条新台五线 我们也借着这个时间点 把新车五线的路线 重新把它修正 让它怎么样 让它跟这个车站旁边的搭配 做得更好 另外就我刚才讲的 把暖暖跟到安乐的交通 把它整个弄起来 配合周遭的这样的 台铁局的土地开发 那台铁局的土地开发 那个面积非常的大 整个都是国有的土地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未来想象中的 其他的公共设施的服务的机能 就可以透过八堵捷运站的方式 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我们刚才想到说 我们现在看到八堵捷运站 不是想说我只是设一个车站在那边 我如果这样想它就太简单了 我们其实要有更大的一个想象 就是它成为一个安乐区 甚至是认为成为一个基隆 新的一个枢纽的区域 那这个枢纽的区域 就要透过八堵车站 以及周遭的场站的一个开发 周遭的区域的开发 那我觉得就这个方式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非常的具备吸引力了 我很难想象八堵以后会变什么样 因为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 小小的那这样表现到好难想象 其实大家应该都蛮难想象的 对 不过我想这个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画面上的这个图的话 这个大平台 对 大平台 那个跟现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憋憋的这个八堵站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 因为也是同样的概念 你赋予这个八堵站一个重新的角色跟认为 你当然就会对它有不一样的想象 那你在规划跟设计的时候 当然就不会被过去的这种条件所制约 你就可以把脑洞打开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那所以但是这个不容易做到 唯一的机会就是借由大的这个公共建设的投资跟开发 那在这个地方的机会就叫做机动捷运嘛 所以透过机动捷运跟这个八堵车站的一个这个串接 然后人工的大平台的一个串联 那刚刚是因为有提到 这个公路的系统的一个重新的规划跟设计 然后未来衔接到暖暖 就是透过远远路这个路口重新规划 那另外就是要连接到这个安乐区 那因为要连接到安乐区 所以包括桥梁的系统 还有包括八堵交流道的系统 其实一并统统要做改善 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是 其实在八堵车站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再做进一步的想象 因为旁边就是基隆河 刚好是那个大湾 刚好是那个大湾 所以它也未来会是一个好的 水岸住宅的一个空间 那讲到水岸住宅 你看再把它跟这个 对 再把它跟这个捷运站跟火车站 去把它做连接的一个想象 你就知道说 这个八堵车站未来 会跟现在是完全颠覆各位的一个想法 那八堵车站也有一些公共问题 必须要解决 最大的问题还是停车 最大的问题是停车 第二个是交通 第三个就是转程跟转运的这个课题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做八堵站的TOD的一个规划的时候 就像刚刚施英文已经讲 不是想的是那个车站 小小的车站的处理而已 而是顺便要连刚刚在讲的这些交通转程转运的课题 也一定要把它规划好 当然这些事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都做完 但是你整体规划之后 我们会排定它一个建设的一个期程 那规划完成 我常常在讲 基隆过去能够成功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整体规划 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期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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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 然后去完成它 所以对于一个地方的一个发展的话 你一定要有这样子整体的一个配套 然后编列预算 你才有办法去跟中央台争取钱 不然你用嘴巴只是讲 我要干嘛干嘛 不可能争取到经费 所以这几年我跟适应委员两个人合作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其实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规划跟计划书 去跟中央很清楚讲说 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才有办法要到钱 不然怎么要到钱 其实市长少说了一个 计划书写得好不重要 重点是还要有执行力 中央政府也会看 你计划书写完之后 你没有执行力 他一两次就觉得我们在诈骗他了 可是最后他发现 你不但写得好 你确实有执行力 他就会很高兴 他反而来主动问基隆士说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央跟地方配合的团队 一直持续往前走 刚才市长提到上 我刚刚讲到巴赌这个地方 其实它非常复杂 你光看到那个地方的台铁的土地 上面的房子整个要做改变 你如果直接问台铁说 你有办法去处理吗 台铁局可能告诉你说 我大概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能处理早就处理了 我们过去这么久的时间里面 只要谈到这个议题 大家想一想就算了 这一次透过这个捷运的案子 我们问台铁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他马上说 太好了 如果这次不处理就永远没机会 他还觉得那个地方可以让环境更好 好 那这个环境更好过程当中 他一定有一些相关的安置的方案等等 那这些安置的方案 刚才市长讲的 比如说七堵 我在那边盖 设宅做中继宅的过程当中 这些都是可以来做讨论的议题 否则的话你只不然就跟他讲叫人家要搬迁走 或者说那个地方要赶快做规划 相关的人士会觉得说你的配套在哪里 我跟他讲配套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赋予他不同的功能 但也彼此互相紧紧的扣还在一起 这个配套更能做下去之后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推动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到位可以走下去 我们来盘整一下 在基隆的五站捷运站 站站有亮点 站站有规划 刚刚我们谈到的八堵站是解决了空间局限的问题 因此有了这个大平台的抬升计划 那在下一站就是我们的七堵站 七堵站是整合了周边的土地 独根成为地方的再生引擎 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那再往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六堵 六堵站是解决腹地狭小不完成的问题 可以活化我们的工业区 接着是百福站 赋予邻里再生的计划功能 有人儿童图书馆 国民运动中心 给大家无限的想象 那最后到这个五堵站 北五堵 这里一直是定位是国际研发行政 也成功改造了对土地的思维 这是怎样的策略发展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策略都是 创造多盈 创造多盈 那刚刚在讲台铁现在很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活化台铁的资产 然后它可以创造台铁更大的一个收益 也可以让台铁的土地 跟现在的台铁的车站 做更有效的一个串接跟利用 那并不是说把人搬走倒不是 而是说先暂时的这个去中继 但是等这个地方建设完了之后 你再回来 你再回来 这样他们才会有诱因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些策略方法 其实都已经想过N百遍了 然后规划跟设计 其实也逐步都到位 其实整个金融捷运的建设 到现在其实讨论的已经非常的成熟 那大家刚刚如果看到 我们在台铁一个场站 大家看到那个图 规划设计的图的那个画面 或者是示意图 其实那已经不是示意图了 也不只是一个愿景的一个想象 那个已经实时计计 在这个实实在在 在那个都市计划的这个层次 已经开始在这个很细腻的一个讨论 所以但我们刚刚在讲到捷运的一个建设 其实很多可以先走的 先走的一个配套的计划或者规划 其实现在也都已经在进行 包括刚刚我们在提到的 基隆河谷狼带的自行车的这个串联 其实在今年应该是下个月吧 下个月就即将 最后一段 即将要完工了 下个月即将要完工了 也就是从这个新北串街进来 我们基隆的 基隆河的自行车道 下个月要完工了 然后像刚刚在讲到 八堵车站旁边的过港路 过港路现在我已经规划好 我们要做示范道路 今年的预算也已经编了 明年112年 要把过港路变成是新的示范道路 所以刚刚在讲的 这些周边交通的一个配套跟穿接 其实我们都在做了 这可以看到 院警想像已经开始推动 而且先走的配套计划 已经在进行了 有没有什么正在进行 而我们还不知道的呢 这里面其实还有搭配一个事情 就是在七堵站的周遭 其实我们现在有另外规划一个 高速公路七堵杂道这件事情 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在立法院在我跟行政院 就跟市长联合在推动 就是要做高速公路拓宽 高速公路拓宽的东西 并着一个七堵杂道 所以我才会说整个这个地方 未来的整个交通的动线会更好 就是不论是你要做公路运输 客运运输或者是轨道运输 它互相彼此的搭配起来 会让大家整体的生活的动线 会更加的方便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动 那这些推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不是只是单看那一个点而已 它其实是把它放到更大的格局 来看整体的规划 这样子我们在跟交通部在谈说 我们要做拓宽 要做杂道的时候 它就更支持我们的整个的方案 这样子听完之后就觉得 基隆好有希望 因为这个捷运来有不一样的产业 有不一样的亮点 让大家可以进驻到基隆 那the future is now 现在选择就是基隆的未来 对不对 是那当然这个有很多民众在谈说 这个捷运到了巴督 那会不会到基隆 其实我跟所有视频的好朋友有报告 其实捷运一定会进到基隆的市区 那但是为什么不现在去 这个把它定案呢 最主要是我们要想清楚 因为只有一个机会 也只有一次机会 也就是我们到底进到基隆 你是要这个采取平面的一个方式 还是是延续的这个巴督 继续高价进来 那还是是有一些人很期待 地下化 说实在地下化当然很好 可是地下化要花好多倍的钱 要花好多倍的钱 那这好多倍的钱 可能是基隆必须要负担 对 可能是基隆必须要负担 因为你说要地下化 你要求要地下化 就像说我们在台北端 我们在台北端那个时候跟柯P市长在讲 他就说他要求要地下化 他要求要地下化 所以最后 最后 不是 当然要很多钱 因为一个地下车站要40亿 一个地下车站要40亿 所以台北两个地下车站是80亿 那其中有一部分 这个台北要负担 大部分台北要负担 所以在我们基隆端 如果是要走地下化的话 当然很好 可是从巴渡要地下化 一路进来到基隆 这地下化的经费 可能要三倍 要五倍的这个价钱 那我们就必须要很务实的 去考虑说 OK 那我们基隆 到底要哪一种 我们负不负的起 所以拉进来基隆 我觉得不是问题 那地下化 就是考虑到经费的 这个很多倍 不是一倍 是好多倍的这个价钱 那如果是平面的话 我觉得就太可惜 因为我们基隆 目前为止市区有两个平交道 一个就是山坑平交道 一个就是成功路桥下的平交道 那如果一样是平面的话 那就 我们就少 我们就牺牲掉一个百年来 唯一去把基隆市区 做都市缝合的这个机会 那如果要高价 是另外一个option 另外一个选项 但是高价进来的话 我们会碰到什么 我们会碰到成功路桥 还有我们会碰到 31号桥 还有我们会碰到 高速公路 对 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 整个工程设计上 必须要很仔细的 去设计思考 然后要去克服它 不是大家闭着眼睛想说 我就划一条线 然后问题都解决 其实并不是 所以有许多的民意代表 有时候把这个事情 想得太简单 然后也把它太简化 那市政府在做事情 我们考虑的是务实 到底实际上做不做得逞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不要因为 巴鲁到基隆这一段 我们去把前面这个定线 定案的这个事情 去把它耽搁了 让它先进来最重要 那进到这个七堵 进到八堵之后 其实它自然一定 就会进到这种市区 那未来我们到底 要选择哪一个方案 我们再来讨论 那我个人是觉得 我们不要去 这百年的一个机会 我们不要轻易的 把它就 这个去把它做了决定 然后这个 也许我们最后大家 讨论出一个共识跟方案出来 然后让它继续往前走 那而且大家要考虑到 交通黑暗期 那个时间可能很长 所以这些都一定要配套想好 那在交通黑暗期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那个大家要 这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上班啊 那怎么样让大家上班 你不会已经想好了吧 你不会已经想好了吧 对 所以都有很多很务实的课题 必须要把它想清楚 现在是接放人的 因为八读以南到台北这一段 我们看起来 比较不会有交通影响的冲击 因为基本上 基隆河谷的周遭的附地都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的盖 都比较没有问题 现在市场担心的就是说 我进到市区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想法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列为讨论 可是这些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有些要拆很多的房子 有些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让大家 有更多的机会来共同来讨论 那我觉得大家拟据出更好的共识之后 再来推动 我觉得也不会太晚了 参与式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两位重量级的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可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基隆的未来 而且可以看到市长的用心 立委的用心 创造与实现了基隆的许多不可能 我们要持续努力 我们一起来关心市政 一起来影响未来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 我们解除二十年来基隆格的开发的管制 我们解除二十年来基隆格的开发的管制 今天我特别到基隆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经费从八十亿提高到四百二十五亿 但是中央负担七成七 我去说服了交通部 然后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运可以整合民生续子线的东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效益 跟它的一个酝酿 跟它的一个功能 再把它进一步提升 由中央来主办海港捷运 作为首都圈国际重要的一条连接的通道 重不重要 当然就重要了 透过基隆捷运的一个建设 其实整个大台北都会东侧的产业冷淡 将会进一步往基隆来做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基隆得到的是什么 就不是一条捷运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跟就业 最后就是基隆的税收 所谓的TOD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跟蔡委员一提 他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会议上面 委员就能够帮基隆多讲一些话 不论是求职者或者投资者 都对这个新的场域有信心 这样的都市变更案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TOD交通目标导向基隆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隆捷运案子 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内运动的这个场所 社区的活动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婴的场所 年轻人青创的空间 旁边还可以规划 社区生活的商业服务空间 然后社会助载 基隆捷运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 塞车的问题 内科南港细子跟基隆这一带的土地 是原来的仓储区 有机会透过基隆捷运 变更成所谓的工商科技郎带 产业区的过程当中 会让科技园区的业者公司 透过这个产业郎带 把它重新移到这个地区 那这个也是我跟市长谈到的 东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运就不只是基隆捷运而已 串通到内科 还可以接上这个北桓 还可以接上这个文湖县 所以它变成一举束的 让我们基隆人台北人 系指的梦想 基隆捷运 以及系东捷运的整个整合家路线 能够顺利完成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 规划跟计划书 去跟中央很清楚讲说 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整体规划 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其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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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 然后去完成它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冲洗水 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是我们解除二十年来 基隆盒的开发的管制 今天我特别到基隆 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经费从八十亿提高到四百二十五亿 但是中央负担七成七 我去说服了交通部 然后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运可以整合 民生系指线的东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效益 跟它的一个酝酿 跟它的一个功能 再把它进一步提升 由中央来主办海港捷运 作为首都圈国际重要的一条 连接的通道 重不重要 当然就重要了 透过基隆捷运的一个建设 其实整个大台北都会 东侧的产业冷戴 将会进一步往基隆来做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基隆得到的是什么 就不是一条捷运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跟就业 最后就是基隆的税收 所谓的TOD 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跟蔡委員一提 他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会议上面 委员就能够帮基隆多讲一些话 不论是求职者或者投资者 都对这个新的场域有信心 这样的都市变更案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TOD 交通目标导向基隆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隆捷运案子 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内运动的这个场所 社区的活动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婴的场所 年轻人青创的空间 旁边还可以规划 社区生活的商业服务空间 然后社会住宅 基隆捷运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 塞车的问题 内科南港系子跟基隆这一带的土地 是原来的仓储区有机会透过基隆捷运 变更成所谓的工商科技郎带 产业区的过程当中 会让科技园区的业者公司 透过这个产业郎带 把它重新移到这个地区 那这个也是我跟市长谈到的 东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运就不只是基隆捷运而已 串通到内科还可以接上这个北环 还可以接上这个文湖线 所以它变成一举束的 让我们基隆人台北人 系子能梦想基隆捷运 以及系东捷运的整个整合起来路线 能够顺利完成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规划 跟计划书去跟中央很清楚讲说 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整体规划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其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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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然后去完成它 外籍家庭看护工受疫情影响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回母国休假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经县市政府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可播1966长照专线申请 是我们解除二十年来基隆格的开发的管制 今天我特别到基隆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是我们解除二十年来基隆格的开发的管制 经费从八十亿提高到四百二十五亿 但是中央不担七成七 我去说服了交通部 然后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运可以整合民生续指线的东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效益 跟它的一个酝酿 跟它的一个功能 再把它进一步提升 由中央来主办海港捷运 作为首都圈国际重要的一条连接的通道 重不重要 当然就重要了 透过基隆捷运的一个建设 其实整个大台北都会东侧的产业朗旦 将会进一步往基隆来做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基隆得到的是什么 就不是一条捷运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跟就业 最后就是基隆的税收 所谓的TOD 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跟蔡委员一提 他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会议上面 委员就能够帮基隆多讲一些话 不论是求职者或者投资者都对这个新的场域有信心 这样的都市变更案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TOD交通目标导向机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隆捷运案子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内运动的这个场所 社区的活动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婴的场所 年轻人青创的空间 旁边还可以规划 社区生活的商业服务空间 然后社会助载 基隆捷运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塞车的问题 内科南港系子跟基隆这一代的土地 是原来的仓储区有机会透过基隆捷运 变更成所谓的工商科技郎带 产业区的过程当中 会让科技园区的业者公司 好好透过这个产业郎带 把它重新移到这个地区 那这个也是我跟市长谈到的 东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运就不只是基隆捷运而已 串通到内科 还可以接上这个北环 还可以接上这个文湖县 所以它变成一举束的 让我们基隆人台北人 系子能梦想 基隆捷运 以及系东捷运的整个整合交易路线 能够顺利完成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金费的 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规划跟计划书 去跟中央很清楚讲说 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整体规划 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骑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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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 然后去完成它 然后去完成它 欸!小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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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解除20年来 基隆格的开发的管制 今天我特别到基隆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金费从80亿提高到425亿 但是中央负担7乘7 我去说服了交通部 然后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運可以整合民生系之前的东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效益 跟它的一个酝酿 跟它的一个功能 再把它进一步提升 由中央来主办海港捷運 作为首都圈国际重要的一条连接的通道 重不重要 当然就重要了 透过基隆捷運的一个建设 其实整个大台北都会东侧的产业老弹 将会进一步往基隆来做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基隆得到的是什么 就不是一条捷運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跟就业 最后就是基隆的税收 所谓的TOD 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跟蔡委员一提 他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会议上面 委员就能够帮基隆多讲一些话 不论是求职者或者投资者都对这个新的场域有信心 这样的都市变更案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TOD交通目标导向机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隆捷運案子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内运动的这个场所 社区的活动的中心 甚至包括拖婴的场所 年轻人青春的空间 旁边还可以规划社区生活的商业服务空间 然后社会助载 基隆捷運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 塞车的问题 内科南港系子跟基隆这一带的土地 是原来的仓储区有机会透过基隆捷運 变更成所谓的工商科技郎贷产业区的过程当中 会让科技园区的业者公司 透过这个产业郎贷 把它重新移到这个地区 那这个也是我跟市长谈到的 东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運就不只是基隆捷運而已 串通到内科 还可以接上这个北环 还可以接上这个文湖县 所以它变成一举束的 让我们基隆人 台北人 系子能梦想 基隆捷運 以及系东捷運的整个整合家路线 能够顺利完成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规划跟计划书 去跟中央很清楚讲说 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整体规划 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旗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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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 然后去完成它 很久不及于 没准认 没几天 我们的初期 可以看 有没有 温将 有